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鳥頭 今天聞到一把景 唉 看看我看看我 穿上心衣服好看嗎 這造型一般般打擊感不太夠 每一槍打出去都好軟 没有那种爆炸伤害的感觉 今天兑现的是个苏 准备把他打到苏 利用一技能的远柱离去消耗苏 尽量躲开他的局就行了 特效好看是好看 但是连一技能都不太顺畅 还不如原造型的翻滚 那以后会不会再继续选择用呢 那肯定会嘛 毕竟好看 跟上一拳敲人 这波绝对不亏 二换一 赶快把兵线推进去 让苏再掉一波兵 走魔龙路最大压力的 就是要面对苏的狙击 狙的好啊 四个一压不起 虽然对上谁都是带十个多岁 可是吸血的确帮了很多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 尽量不要中狙 打龙打龙 这波战斗必定要爆发 一枪拿掉魔龙 好再靠近一点 脸再贴近一点 砰 一炮爆两个头 苏哥还在狙 跑得好快追不上 用一技能的超远距离打塔偷钱 苏再贴脸 想连我一套阿技能加大 确实被他连到了 也差点被他秒了 用强化回复加普攻 把血浪吸大半血 尽力的把一塔推一推 然后跟着光头王去反栏 光头王这些怪 真的很尴尬 你看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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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推 最后呢 打了半天 被齐尔一个制裁拿走 苏战在塔的旁边就会隐形 锦的一技能可以穿透 还在这里瞄 炸弹大炮全中 血量还有一格多一点 出个暴击直接带走 打边线的话只要把一塔拿掉了 就可以去别的路玩耍 来到中路 中路的一塔是个很关键的点 因为可以通往上半野区 也可以通往下半野区 来中不是为了抢兵 等拉茲来了 才开始对小兵动起先助手 再来一个炸弹加大炮的连招 被闪电侠打了 可是不亏 助攻拿到 拉茲的大顺 真的是炫爆了 一套连招真好看 看看这小水枪打得太软了 这个造型 打击感太弱了 打个枪像是有气无力一样 中塔已经残血了 留着一技能的位移 闪电侠闪进来 就用一技能拉开距离 再用软枪把他打死 扶两枪终于破掉一塔 别摇头了 快拿 加点声音 看看他的打击感会不会重一点 蹦 怕 动 龙 嗯 把什么龙龙拿下 想贪心一点 把凯撒也拿下 打得确实有点慢 把敌人都吸引过来 一发大炮60块 大象一倒 对方就没有前排 凯撒也没有被拉脱 可以继续拿 翻滚给他两枪 暗影凯撒也拿下 敌人的清线能力好强啊 根本就推不进去 爱里还被夜叉换掉了 小兵也全没 撤退 双枪会给你答案 不管是小象也好 大象也好 也顶不住 双枪的伤害 到后期要注意一下 敌方的两个切入法师 一个闪电侠 一个奇尔 他们都拥有一套把锦秒杀的伤害 塔的血量就剩一滴 就算没人护着我 我也要点 闪电侠的切入距离差了一点点 两下暴击直接带走 什么技能都没开出来 终于开张第一个高地塔 也不知道说这个书是准呢 还是不准 反正我错了 对不起爱里 得发起一波猛烈的进攻 每次推不进去的时候 就看看凯撒在不在 魔龙在不在 在的话就吃了再推 不在的话等他回来 把大龙凯撒吃了以后 推进就会变得更容易 上不去的高地塔也能上了 进不去的地方 现在也能进了 可以进到更深的地方 解锁新的领域 很好 把两个对我有危险的法刺都击杀了 对方剩下的三个人只要没有被夜叉 宽住都是随便打的 活在一个不会被秒杀的世界 一个超远程大炮 240 再点两下又200 大象别跑 快点变小 一波一波 剩下闪电侠了 好 跑一个进场 结束 这把MP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双枪还是那么的软 大象还是那么的小 软就软吧 好看也是真的好看 最近玩的比较少 六年生沉迷了再一个弹术游戏 听说点赞留言的玩射手绝对碰不上刺客 我是Alco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